爱的选择精彩内容 女嘉宾自述情感经历 适合原因 情感导师频频摇头 如果再开启一段感情的话 还选择大火锅吗 看看男方条件怎么样 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爱的选择 那么我的就是一新闻 你寻找幸福的主持人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瑞来 嗨 大家好 爱就是左手不离 右手不弃的坚定 爱的选择选择爱 我是你的朋友瑞来 掌声欢迎小红娘闻闻 大家好 真正的爱情不是最初的甜蜜 而是繁华退却后的不离不弃 相信爱 勇敢爱 我是你们的红娘 闻闻 同样会员秘诗里面的五位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你好 大家好 我是生活全年型 我是生活中的资本员 欢迎二号女嘉宾 我现在很年轻 出卖活力的 我是沈阳 杨翠华 三号女嘉宾 你好 我想有个家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我是来自安安的沈亚英 欢迎四号女嘉宾 后半生跟温暖相伴 我是沈阳 张贵凤 掌声欢迎五号女嘉宾 我是全心全意 为家服务的女人 我来自于沈阳 陈春荣 其实我们在和嘉宾聊天的时候 首先就会问到嘉宾的一些业余爱好 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唱歌 有的人喜欢跳舞 有的人喜欢旅游 有的人喜欢体育 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这位男嘉宾的爱好非常的好 所有的女士应该都喜欢 就是喜欢做饭 来吧 咱先看看男嘉宾的照片 我一看见马上想起那个 我骑上小摩托 样子不在馅上 虽然不在馅 你是不是知道骑摩托 看看 好 男嘉宾体格子挺好 所以小摩托显得很小 现在给你们动我 好 欢迎您 您好 大嫂夹的 我觉得咱们男嘉宾这大帽子 天哪 人说是帽子越高 你的级别越高 是不是 这就是挺普通厨师 半米八百高的 就是大厨 帽子上面戴个红带 那是正厨 大厨就是戴着 二厨上面有个黄盖 班长是狼盖 你是什么没有盖 我那就是普通厨师 普通厨师 我做员工产的 他主宰着一个饭店的兴衰 那当然了 口碑好不好 客人多不多 全靠这大厨 不是厨师都不会说话吗 只会做菜吗 对啊 您很不会说话是吗 明天上车中也是有点男嘉宾静 开个玩笑 因为好好 男嘉宾上来性格比较好 所以才敢跟你开玩笑 要不然轻易不敢开玩笑 为什么呢 就他手里拿着大扫 光给你 太快就想到了 就老陈了 你说的挺热闹 今天男嘉宾我一看 带着饭盒 太古老了 这饭盒 那肯定是带着手艺来的 对不对 说的再好听没有用 咱们你看看 这个真实的手艺是啥样的 这道菜是爆一下来 肉段 肉段 您拿来肯定是有你的用意 是不是啊 对 男嘉宾这盒肉 咱先放在文文那 由他来保管好吗 这个男嘉宾啊 这过去之后 就给他俩派了个活 一个扛肉一扛熟 明天还没当厨师长呢 就有厨师长的派头了 那你先预备啊 那各家能老真瞎指点 媳妇啥对不 那家务必先听媳妇的 媳妇我拿紙 对 你看态度必须要短正 那你要想对媳妇好 那媳妇说啥是啥 是吧 那咱接来再看看 男嘉宾生活中到底啥样 上面让他说的一样 这么挺话啊 20290号 田宝存 62岁 瀕阳人 离异 退休后打工 有双保 有住房 无子女 我这边有两个爱好 第一个 念大嫂 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爱做饭 退休悬不住 开始在党政 机关 当委市场做饭 沈阳门健保院 基本都做过 上班做饭 下班回家还做饭 我经常做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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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锅队鱼 红烧丝头 溜腰段 我这另一个爱好 就爱做好样好事 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 我已经做好事 因为做好事 我还 我四次上过报纸和电视 如果你要给我牵手了 你的胃和你的向阳我全保了 爱的选择我来了 真是酷 那小帽一戴 这不咋地了 这行像眼玩的 说什么像眼 这个 这个就是厨师的脑袋上必须有帽子是吗 对 是这样的吗 我想问一下 最初那厨师戴帽子 是怕头发掉到饭里吗 对 不过男女 营业员 服务员 不戴帽子 发现一根头 香港不痒 哎呦我的天哪 这么阳格 对 还是他 他就换个服装 哎呀妈呀 这咋这样 看着他那牙了 所以说你在家做饭的时候 也会戴个帽子 对戴帽子穿着衣服 主 您那套衣服在家 炒菜眼的造型 对 我上面有衣服 肩有衣服 那我穿别的衣服 不得劲 是不是啊 对 咱说了男嘉宾宫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要做饭 刚才咱们闹了哈 在家里喜欢做 给朋友喜欢做 第二个特点热心肠 就什么电视报纸 啥的都曾经上过 我捡过钱 捡钱 300块钱 71年 71年捡了300块钱 对 哎呀 拿了钱的手指就搁着 这些盒子被他讨过 出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那时候我才十来处 也没见过那么大的钱 那你 那你知不知道钱那时候很值钱 你值钱 确实值钱 然后你把他就交给了妈妈 我送派手去 真优点 能不能咬咬牙一多久 就架着他走就 十斤不昧的 就从一点一滴都能做起 我送过《小阳日报》 我就有捡的钱 捡的钱 11年 71年300块钱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哎呀 那那真的真是成百三千了 那当然了 哎呀 这真是啊 看得出你在金钱面前没有被诱惑 是吧 第二次登报呢 第二次登报有个救过落水儿童 落水儿童 觉得水下雨 其外半马路水不是给马路转 小孩可能玩咕嚷掉来过 正好 哦 你给拽出来了 我给拽出来 我给整甲去了 急起 全是迷 马上全迷 全是泥脏了 当时他没有家人在旁边吗 没有啊 这车来 走来马路玩 小孩 试个玩 哎 你行 他没人没你的 多好啊 你俩选一个这样说行啊 这样多好啊 没人没你 这个我发现了 男嘉宾把这个做好事 变成生活的一种习惯了 只要看谁有困难 他会主动上去问啊 对 我觉得这样的人 心肠一定非常好 对外人都这样 对媳妇肯定也不错 来吧 咱看密室里边的女嘉宾 对您第一印象如何啊 来 1号 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挺帅 嗯 那行吧 你嫌不嫌得胖 有一点点 我侧面一手 这个肚子可不强 肚子有点大 男嘉宾做饭 是不是讲究营养搭配 对 你怎么个营养搭配呢 你问你是营养搭配 营养搭配 像那个 我一般都是 我原先来那个医院做饭 做那个孕妇饭 我也我也做饭 但是有你做饭 我就不做了 你完全可以不做 但你可以指导 艺术指导 我主要是下边在家待着 没事 天天吃过你都行 哎呀妈 就爱做饭 我喜欢吃酱牛肉 行 那我都会做 会做 我还喜欢吃龙虾 我也没有太难的 就看你能不能点出来 对 现在女嘉宾聪明了 我不要你做法了 我要食材上等 她要吃龙虾 龙虾我都没吃得过 我都拿拿去 你问的龙虾 小龙虾呀 小龙虾行 吃啥也罢 小龙虾 麻辣的 我都没看着 你刚说的 我想吃啥 你做啥吗 对呀 不是那我又买不着 现在得我先把 那个酱牛肉给我做好了 就行了 主要酱牛肉 酱牛肉那玩好做 小菜一碟 一号女嘉宾 你就不要再跟厨师探讨厨房的这点事了 好不好 你看看这个人 你除了他厨房里做出来的菜 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的菜 再减减肥吧 好 我感觉我一号阿姨就是想试探一下男嘉宾是不是口大不大方 不口 不口 我就是不口 我想问一下 你厨艺这么好 以后三顿都能给媳妇做饭 那是指定的 我主要是在家 我一般都是早上五点上班 六点上班 五点走 下午两点三点到家 那我不怎么会做呀 你不来家 你不做呢 我提前给你做的嘛 跟外面炉的 到时候你自己打呗 哎呦我的天 你这么买的 停不二号啊 谁知道有点糊弄我 你说我不来你啊 我不能做的 我去不去打工的 我去跟家给你做饭 那我就忍着等着吧 然后他快把嘉宾回来给你做饭 哎呦天哪 你双手一举就请现成人的 二号你嘉宾想问一下 就是什么饭都不会做呀 我就是考验考验的 实际我也会做 做的也不错 但是没有厨师做的好啊 厨师的味道做出来多香 哎好 总要下饭店似的是不是啊 来吧 看三号还考不考验你啊 三号你好 你好 有没有什么运动爱好啊 不运动 就走串 别的别的不会 不会游泳 不会打麻将 不会下军期跳题降题 我一个也不懂 所有娱乐节目都不会 那你那你就会做饭 除了做饭之外 在六圈 别的时间啥也不干 我在来家干活 家的活不能干 除了干活就走道 就这俩事 别的不好 不好 我们家子们六个 三男孩三女孩 没有一个 我家子重链 好最重的 不 不要 所以说造 非常好 所以加钱锻炼 为我减减肥 你说为为你 你也没跟人牵手呢 为啥给你减肥啊 好啊 咱俩就那么勇雅 咱俩就那么勇雅 我相中他了 人家相中你了 为他而减肥 那行 多么浪漫的一句话 那能做到 肯定能做到 放心吧 你好男嘉宾 你好 你那个 我指数你也缺点呢 指数你缺点 那你那个说话 怎么闭眼睛什么问题呢 是思考呢 还啥的 就是有时候你说话的时候 喜欢闭眼睛 人们你是思考 这个灯光 灯光黄的 黄的刺眼就叫 那我还行啊 您不是眼睛的 你你春天搞这礼带的 习惯了 是吧 五航嘉宾你好 你好 你年龄多大呀 我59年的 家在什么地方 大东 宝马草 刚上去四年 单位给的房子 单位给的房子 你没有那个产权证吗 我买的产权 买了 大概多少瓶 大概就是47米 50平吧 50平的房子 没有 五号你家边还有问题吗 你是什么单位要来 我觉得是沈阳钢管厂的 退休多钱 退休金多钱 3000多点吧 我这打工呢 在外边 打工这玩意没准 我想请求做一顿饭的 2500 2600 我想做三顿的 这可能5000跑出去 男嘉宾所有的资料 通过女嘉宾这一报 透透明明的了 接下来的男嘉宾 你要选择一位女嘉宾 上台来和您聊聊天 这样哈 如果你觉得好像有点模糊的话 有请我们二位帮你参考一下 来 其实我觉得男嘉宾这个身材啊 你不仅仅是看着是属于心宽体胖型的 就你那个为人 特别会说 你刚才说的好像说自己嘴有点拙 但是其实真不是 你只看见你之后那么开心 你回应的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从一号姐姐开始 人虽然说觉得你有点胖 但是你马上咱们就能知道了 胖子的这个潜力骨 那前途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我觉得一号姐姐可能印象更深 另外一个我觉得印象更深的 就是咱们三号姐姐 刚才说什么 相中你了 你说这什么词啊 就差那翻译过来了那三个字的是吧 相中你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 啥你说 不好意思说 其实吧 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觉得叔叔啊 特别特别像一个火宝 就到这个场上 咋说也不生气 而且反应极其快 特别不像你这个年龄段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 一个跟你在一起生活 应该是觉得挺快乐的一件事 然后呢 我觉得啊 就是其实我今天是 新戏密室里的阿姨们 有两位 就刚才其实 瑞莱姐介绍那两位啊 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也在化妆间见过 我特别心疼他俩 心疼的理由不是因为 他们过得不好 而是他们现在过得好 是苦尽甘来 吃过很多苦 是懂得珍惜的女人 所以我觉得叔叔 您这样的人哈 幽默 风趣 而且各方面物质条件 经济条件也非常有保障 应该找一个懂得珍惜你的人 所以我觉得懂得珍惜的人 是应该之前吃过很多苦的人 这两位是尤其让我觉得 我见证了他们吃过很多苦这样的事 因为我亲耳听到过 所以一号三号应该跟你在一起之后 会过得比较稳稳的生活 那么男嘉宾最终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爱着选择 我在这里等你 月儿嫂来相亲 雇主登台送祝福 女嘉宾累撒现场 你带别人家的宝宝 带了五六十个宝宝了 我希望他能找到 就是能陪伴他 能保护他 能照顾他的另一半 男嘉宾自述情感经历 付出真心 却换来一纸离婚证书 然后你把那个孩子视如己出 一直带得非常好 他家是亲缘的 我给孩子出能村 整个水扬上去学 不要走开 爱着选择马上回来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 正宗山药粉条 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 前100名打进电话 并购199元八包 山药粉条的 源头厂家 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 更可以享受 加一块钱 再得八大包的福利 即只需要200元 即可得足足24大包 正宗山药粉条 并且厂家郑重承诺 保证是正宗的山药粉条 保证不添加旁沙 胶等有害物质 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 产品好不好 你知过就知道 说到我们的粉条 是大家喜闻乐见 都喜欢吃的食品 但是在粉条当中 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 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圣上之品 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这个山药粉条 做双辣螺蛳粉 吃着每口都是 香辣劲道的粉条 特别爽口开胃 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真的太好吃了 用这山药粉条 做这个拌粉 爽而不腻 真好吃 用这个粉条 再加做榴兰粉 粉条很入味 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爽口 劲道的粉条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 正宗山药粉条 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 前100名打进电话 订购199元八包山药粉条的 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 更可以享受 加一块钱 再得八大包的福利 即只需要200元 即可得足足24大包 正宗山药粉条 并且厂家郑重承诺 保证是正宗的山药粉条 保证不添加旁杀 胶等有害物质 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 产品好不好 你吃过就知道 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 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 来免费试吃 吃了确认 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 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 才把它留下 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 不满意的话 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 200块 我们给你全额退款 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 请赶紧抢购吧 大家选择等你来选择 接下来男嘉宾 您最终的选择是 一 二 三 四 来吧 选择的是一号女嘉宾 接下来再看看一号女嘉宾的照片 来 你能看出它是双眼皮 还是大眼皮吗 这能看出吗 这谁 最起码你看出了它是什么呀 身材比较好是不是啊 个头能在1米6 来 好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接下来咱把这层面纱给它借掉 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接下来掌声游戏女嘉宾上场 我是宝宝的守护者 也希望被你守护 大家好 我是朱本岩 好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来 男嘉宾认识一下 你别急我 这男嘉宾怎的呀 先给我挤走了 要站这儿啊 就在我这个位置 想取而代之是吗 对对对 离得近一点 对 第一眼感觉非常不错吗 还行 挺好 就是跟那个照片 这美女长得不错 不错 他哪有副西相 就告诉你实话 我们看一个人 可能先要从代表来看 对他有没有好感 但最重要的是 两个人能不能够聊到一块去 生活有没有共同点 这是你们持续走入去的一个主要原因 接下来咱先通过短片 看一看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20337号 朱本岩 48岁 史洋人 丧偶 月嫂工作 有住房 女儿大学在读 自认为我是一名优秀的育营师 客户对我的评价也非常的高 我擅长做饭 手势尾声 擅长和客户很好的沟通 我非常喜欢孩子 我从38岁开始 从事这个行业 如今已经十多年了 我已经带过五六十个新生儿的 我的工作是周一到周五 早八晚五 也不是很忙 对于我的再婚 家人都很支持我 这次来电视台报名 是我我的妈妈 劝我来这里报名的 妈妈说邻居都已经报名了 去了好几次了 牵手都成功了 你也去一次吧 母亲吹了我几次 我也在姑娘的陪伴下 鼓起了勇气 我是宝宝的守护者 也希望被你守护 爱的选择我来了 爱的选择您来了 李嘉宾 我刚才听了一下那个数字 你带别人家的宝宝 带了五六十个宝宝 你一般带多大的孩子 越磕的 越磕的 越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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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般在月科里 你想睡觉可很困难 他们说越磕是最累的 就是两个小时基本睡一次 两个小时就得醒一次 越磕可累了 正的也多 别看正的也多 那真是惯累 我说学过那点 睡眠都睡觉睡不了多久 孩子小的孩子 孩子没干 非常的累 遇到早产的孩子 更得勤 晚上几乎都不睡觉 但是如果你能带出五六十个孩子的话 说明你口碑很好 都是一个传一个介绍的 对对对 因为越磕孩子可不敢轻易让别人带 是不是 这口碑非常不错 在你客户嘴里是怎么评价您的呢 您知道吗 我的客户就在下来 他来了 你客户还来了 他陪我来的 我妈呀 你就不能让他欣笑一天吗 你看他俩的笑多笑 你来的大海 今天不只客户陪着来 而且女儿也陪着来 全家都特别重视他这件事 你这样我能不能请客户上来一下 行 我想问一下 他在你家带宝带多久了 从月子里就开始带了 月子里带 一般月子 不就带完月子就完事了吗 对 然后过年休息了一阵 然后我觉得我们一直处得很不错 然后就是阿姨这个对孩子也非常有耐心 然后我就给他又找回来了 月子里的时候呀 他就是睡觉 我睡觉晚上晚上的时候他就起来 然后我每次朦朦胧胧睁睁眼的时候 就能看到他在抱宝宝喂奶呀拍嗝啊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比自己的 就比自己的妈妈都要贴心 所以就是很感动我 你就觉得他不是在做表面功夫 不是做给你们看的 他是真心的喜欢孩子 嗯 相当相当那个你咋的 他就特别好 你怕不怕他真要找到另一半了 可能就要辞了在你家 他不会的 哈哈哈 尽功到此 想把他去 他已经把我预定到老二了 是 我们家二宝如果有的话也会继续的 这个真面确实这个 挺感动人 哪有孤独这样的 没有 她现在就是我们的家人 来吧 那现在孩子开始 你看不久 你看这小孩都看不久 喜欢她 这个真是 从小背一下 从来不掺甲 你弟弟也是做到了 这么些女孩是有秀 为什么她在说的时候 您流泪了 真的 别哭 你是把她当成家人了吗 是这样吗 而且挺感谢她的 对你的一种信任 对你的人品的一种肯定 同时也非常感谢 今天她能够陪你来这里 见证你人生当中 其实挺重要的一刻 对吧 还帮你挑人 来 帮挑人 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 你看 你喜不喜欢 看看这个老爷 你把这个给她 就证明你喜欢 把这小鞋给她吧 给 你这给 完了 她不喜欢你 这男女看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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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孩子 先孩子 这个美女就说 跟她宝宝说 你看看老爷好不好 就完全把她当成 自己妈妈那种感觉 好 亲人一样 真的特别特别感动 我想问一下 如果真的今天 在相亲的过程当中 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会参考她的意见吗 会的 会的 所以说你看 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人 对 是一家人 俩姑娘 完了都来 俩姑娘一个 给她妈把关 俩姑娘一个外孙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真是最难了 如果真的能够相处到交心的程度 把自己的最珍贵的什么 就自己的孩子 能够交给一个陌生人 我觉得这是莫大的一种信任 我希望她能找到 就是能陪伴她 能保护她 能照顾她的另一半 你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 对她好 对她好 不要让她离开我的家 对 好 真的是 你有感觉自己 是两个女儿的感觉 是吧 我相信 可能你被服务过的 所有的这个家庭当中 大家对你的评价 应该都是这样的 咱们今天见面了 其实大家呢 你的雇主来了 也是对你人品的一个肯定 你其实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那接来二位见面了 彼此打个分数吧 看看这第一眼能值多少分 好不好 有请男嘉宾打分 98 你嘉宾给男嘉宾打分 89分 这还掉过来了呢 咱也不知道用个啥 醉了慢慢聊好不好 来 0 0 这8分9分是不是有点 没看过 1 1 2 2 3 3 4 5 我89年离婚 我红 因为婚后没有孩子 我们导致了分手 1年多后 我在姐姐介绍下 我又走路了另一段婚姻 对方带着一个四岁男孩 婚后 我对孩子是如亲儿子 每天结束孩子上下学 风雨不够 工资也 上交妻子 然后就走向第二步 90年结婚 过了几年把孩子带大了 我说她现在多多方面找我毛病 我说非要跟我分手 我说她俩就是 我就写六个字 坚决出于离婚 从离婚04年离婚到现在 已经十八年了 我一直没找 我想找我带小女孩的 等我带百年以后 我的房子 所有房子 钱 有多钱 有房子 我全给对方 你要不相信 我可以很公正 你会喜欢像我这样的人吗 这怎么太好看一臭 但是人还是不错的 有时候不要看长相 有时候老纠结 好像过不去这个坎儿似的 男嘉宾 这个短片过后 大概对您的感情生活 有所了解了 这个第一次分手 是因为你没孩子 还是 就是因为你不能生孩子 对 所以就选择分手 她也有病 那第二段婚姻 第二我找个带男孩来 我帮她抚养到初语了 不是我想问一下 您在找第二段婚姻 你在这个第二段婚姻里边 是特意找了个家里有孩子的 你别人给介绍了 还是碰上了就是 因为这女儿是开饭店的 我也是干厨师的 咱俩都没在一起 然后你把那个孩子 视如己出 就一直带得非常好 她家是清远的 我给孩子 从农村长到沈阳上了学 跟那个 那小孩一直跟我叫爸爸 一直跟你叫爸爸 你不是说他骂过你吗 骂过我那是大了骂我 我小时候就不骂 小时候 你们这些矛盾从他几岁开始 他从十二岁 十二岁开始叛逆的时候开始了 对 这男嘉宾都善良 不能看丑君 做人好就是 这男嘉宾确实忍不住 是因为你对他进行严加管教了吗 对 他老是拿东西老卖 派出了找我 我还不安 拿你家东西老去卖 他拿别家东西卖 偷东西卖 对 还正在叛逆起 我有钱 老上那个 是哪 王八 王八 他有没有跟你就是聊过天 心里话跟你说过没 你有责任应该管 他不跟我闹 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 他需要我的时候去跟我要钱 就是沟通 那你给不给钱啊 给啊 最少五十 要就给 要就给 那不是你惯的吗 就你家就你就 那我不为了跟他妈好 我不惯 我不惯他在那挑 那没法管 那菜城那不是亲父亲 那等到偷东西的时候再管 就来不及了呀 对 因为他跟你刚开始的时候才四岁 好教育 因为四岁的孩子还不懂 那时候我俩子 我跟他妈开饭店 他妈开了饭店 他妈干不了了 就是身体不太那么太好 往我找我 从小都那么大带大了 盼棋棋过了也就应该能好 不是 往我去炒菜嘛 那咱俩还没在一起 就是炒炒的时间长了 这玩意儿 这都没有感情了 先都给钱 后来我一分钱不给了 那我就翻干 那咱俩就能成为夫妻了吧 他母亲管才对你 你怎么他也是隔诚 不是 我想问一下 就是因为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孩子 影响到你们这些夫妻的感情了 不影响 不影响 我跟一个女儿要是过好 孩子不能放在 我主要是咱俩的事 那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对方是女孩的 那一定是男孩伤了你 我现在为什么不爱找他男孩 你说他的犯错 我进去了 我没那时间卡着他 其实你亲生父母自己的孩子该管得好 现在的孩子谁能管了 就是他困着啥呢 我和他妈能帮他 女孩他永远是他妈的天气妙 不男孩如果有困难的话 你不会帮吗 男孩你怎么帮 无底洞 无底洞 那你一直不当人 你还帮他吗 不是 叔叔 我发现你这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醒神 你应该是有阴影了 因为你曾经做出来那样的行为 你是帮助对方 对方带的是男孩 就经历这场变故之后 你就变得不想找带男孩的阿姨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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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太一棒子打死了 那不是上 那也不能说所有男孩都是小偷 就是不管是我的孩子好 他的孩子好 如果他的孩子能生 他能对他妈好 他能对我差不了 有他妈的成隔着的 如果他对他妈的驴驴驴驴 能对我好吗 我拿钱攻他 他也不能对我好 这个男嘉宾肯定香妹 弄小妹一下 就是你感觉 如果他真的是跟你们相处 他除了跟你大女儿相处 可能还有一个你的雇主 也要相处在一块 你觉得他这个性格 适不适合融合到你们这大圈当中 性格比较跟我们家人挺像的 就跟你家之前的那位挺像的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有啥小脾气吗 我没什么笔记 我就说 就他怎么气我 我出了房门 我回来我忘了 我早就忘了 我不赞同他 那当时来一起打好 后来吵好 走完一会就好了 走 你 跟正发笔记的时候 这样你刚才说的 我一开门我就走了 不跟你吵 不跟你喊 肯定能吵 但是你走了 你觉得你这个疙瘩还是没有解胎 那一会儿回来了 逗你一会儿跟你直接逗乐 逗乐了 你这个疙瘩还是没有解胎 我这点不好 不管是什么情况 我不爱最容易 作为男人 你就处也好 对也好 超出两句 结结气 然后随后就哄一下 女人就怕哄 说心里话 丑 有没有怨 你就有啥丑 你说俩人这时候 如果能走下去就乐呵呵的 其实这就有一个 十年 那么好好的 后半生还有多年活着 二十年 八多岁了 你还有什么 蹦蹦啥呀 你这个想法一点都没错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真的要是能够和对方很好的沟通的话 你这心里这个小结结你是没有了 但是对方有没有非常重要 他是可能事发不出来 那你就对我俩出来 对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推打他是吗 不是 你想想 我真的有用 你就光光怼良柱了 一个女士 如果要是真的能够发现出去的话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 怼良柱能腾在哪啊 是吧 生气走了 你妈还不如披着发 爬来一下 你要说心里 你好嘉宾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在组建家庭 会有哪些担心 会担心 沟通嘛 嗯 你们之间还是她和孩子 我们之间吧 和孩子 都有 就现在你的孩子 主要是问题就是她跟我女儿沟通 现在女儿跟你住一块吗 嗯 在我这一年 她大学还没毕业呢 还有一年 所以就存在三个人的生活算是 对 女儿的这部分生活费是需要你们去支付的 对对对 需要我支付 就是男嘉宾现在工作 他工作的时候 现在我能保守的说 你工作现在也能够挣到三千 是吧 他现在一共是六千 包括他的工资和他的外边打工的钱 这笔钱需要都交在你手上吗 包括他如果到你家去把房租出去 那笔钱都要交在你的手上吗 跟我在一起我就得交我手上 交你手上 你需要拨出多少钱给姑娘 一个月三千给我姑娘 就固定的三千块钱 对 我现在我自己 一个月给我姑娘三千 两千五百块钱生活费 我女儿 你现在工资是四千 四千 我还没退休呢 还没退休呢 嗯 所以说你没有那份工资 对 你还有多久退休 我还有两年 我今天四十八 退休之后 你还打算干吗 还能接着干五年吧 还能接着干 那个时候你退休金是 三千多 三千多 加你现在三千多 四千多 你一个月挣七千 你还能看上他吗 他不也说他出去打工吗 也打工 就现在他整个的收入你是满意的 但是需要拨出三千块钱给姑娘 对 你同意吗 拨钱给人家了 你就相当于你卡 你的卡给姑娘了 我不想给我的房子录在我姊妹 我的姊妹家孩子身上 我的房子是我个人单位给我的 我找的另一半 我的房子 我跟谁过房子 直接下的房票 我就直接写几名 给你 我跟你妈登记 我觉得这个要求 别的我没有要求 就是相当于你给对方的彩礼是你的房子 对 这不值钱 不值钱 不值二十万 我觉得这个挺好 在这我想跟男嘉宾说一句 就是你说你将来的房子 因为你自己没有后代 所以你希望把这个房子将来给老伴的女儿 是吧 我不是指咱们一号女嘉宾 因为还没有谈到另外那个事情 我只是想 就是在任何保障前提之下 你才可以这样做 不仅仅是因为可以和对方误入婚姻了 你直接把房票写给他 你可以事先有一个承诺或有一份协议 这样的话是你在身后 你可以把这个交给他 考虑考虑 我现在要吵他 我要哄 这都假呀 赶紧抱吧 要不然又是啥 这也行 来吧 所以说你的条件是我把房票写上你的名字 你叫为我养老送终 是这意思吧 来吧 其实聊到这儿了 我们一直都没有触碰嘉宾的情感情 你接来咱们看看 女儿登台助阵 泪洒当场 只希望母亲幸福 因为我想要有一个人陪着她 而不是以就是女儿的身份陪着她 是何原因 一句话惹哭现场助人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讲 我没有办法给我的亲生父亲养老 所以我觉得能给我后把养老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 马上回来 好消息 好消息 韩金相钻 桃花耀眼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 现在打击电话 只要199元就能马上拥有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基金 走时精准 日期金期双显示 防水 防滑 防衰 夜光显示 实用美观 标盘表链寒金 八颗宝石 璀璨夺目 199元 不够手工费 不够鉴定费 今天却能拿到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 成为欧瑞金金钻表 品牌推广大事 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新电话 还送价值598元的 男女龙凤戒指 匠心雕刻 徐许容生 吉祥富贵 精美绝伦 寓意龙腾四海 奉武九州 鸿运当头 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去的 四标秦权的鉴定证书 如果您带着满意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马上扑打电话 报名领取吧 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 不要2000 不要1000 今天只要199元 就能立刻拥有 没错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基金 走实精准 表盘含金香钻 璀璨耀眼 日期星期双显示 夜光显示美观时尚 够大够闪够气派 顾总啊 这么豪华 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真的只要199元 就能拿到吗 是的 千真万确 今天只要199元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 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 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 价值2580元 看这是合格证 吊盘价 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不要2000 不要1000 只要199元 马上给您送到价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 对 199元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 聊到这儿了哈 我们一直都没有触碰女嘉宾的情感经历 接下来咱们先看看 我年轻的时候开过理发店 我的爱情从那里蒙发 我和我爱人是在理发店相识 当时他对我一见钟情 在他的追求下 我们步入了婚人的殿堂 他比我大六岁 婚后对我关爱有加 我们生活的一直都很温馨 但是生活总不能一帆风顺 2011年他患上了尿毒症 手术后一年他还是离开我了 当时女儿才12岁 所以就一直没有找 怕女儿出起乎 就一直自己独立带孩子 如今女儿已经大学毕业了 很是独立也很懂事 经常劝我再找个伴 女儿上高中到大学这个期间 挺辛苦的 因为年龄也一年比一年大了 45岁以后了 那个挣钱也挺累的 挺辛苦的 因为再有两年我就退休了 我也想过二人世界 咱俩一起自驾游 看亭前花开花落 望天上云卷云输 不要要求那么看银开个车就好 说起了两万年 不良啊 我就这么说实话 现在岁数大了 开不开车 有没有车 无所谓 听着阿姨的经历 我就想起前两天 我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也是我们线上有嘉宾 打了一个热线电话 她特别特别的诚恳 也特别渴望这个舞台 想找到终身伴侣 但是她有两个孩子 老大呢 就是可能还比较支持她 但她有个儿子 正在上大三 非常反对她母亲结婚 说你看我现在正在读书 你等我毕业结婚之后 你再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这阿姨呢 就是因为她一直跟子女相处的都不错 在电话当中 她情绪一激动 说了一句非常让我觉得很惊讶 也很心酸的一句话 我凭什么我就为他们考虑 她怎么就不能为我考虑考虑呢 我以为她自己真的勇气 到这个舞台上来找老伴了 但是她还是因为孩子 没有来到这个舞台 所以说在我们舞台上 相亲的 大家看到的好像是两个个体 但是其实是两个家庭 在一块相亲 因为谁甩不掉自己 跟孩子之间的一个亲情关系 像刚才女嘉宾说了 你的女儿是非常支持您来的 对吧 刚刚男嘉宾说了 她会把这套房子给你女儿 但是要求你女儿 必须为她养老 接下来咱们能不能够有请女儿上台 来问问她的想法和意见好不好 好 来 请坐 这个顾问太漂亮了 我现在大四 大四 就是全都是实习阶段 对 实习阶段是需要每天回家的 对 目前是 你家庭当中呢 妈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你支持吗 我非常支持 其实我一直都想就是让她继续找 但是就是她不愿意 因为我想要有一个人陪着她 而不是以就是女儿的身份陪着她 所以说你打个提前亮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最好准备 我发现这母你俩眼含热泪坐在这儿 就是所说的话都是这么的暖心 你嘛 紧张点 真的 激动流泪 其实真的是有什么样的父母 真的会有什么样的孩子 就是家庭的这样的一种教育氛围 这么良好才有这么优秀的孩子 都是酸甜的苦了还都紧张过 一提以前往事吧 眼泪都根本都止不住 虽然是二位都已经哭成这样了 但是还是有现实的东西 如果 如果 然后她就会把房子跟你 如果两个人真的登记了 会把房子写到你的名下 但是你身上就有一个责任 要给她养老 到那一步的话 我 给我后爸养老是应该的 因为我爸爸已经没了 就是 你妈 太好了 这都两好嘎一好 差不多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讲 我没有办法给我的亲生父亲养老 所以我觉得能给我后爸养老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本身都是 北姓都特别善良 对 男嘉宾听到这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心里一暖 是吧 人家不是出你的房子 他还说了 你跟我妈妈在一块 你就有一个身份 是我爸喇爸了 对吧 这个节目播出去 我告诉你 有好多好多找这个女的的 好多来电 你看到 都能找到 咱都说了 给对方养老都行了 那可咱做得挺到位的了 对对对 你可以提条件了 需要对方做什么 跟你妈妈在一块的那位男士 他需要达到你的什么要求 首先就是身体状况要好 我鼻子没啥病 鼻子没啥病 你那啥用 血液不够 来马上问 血糖搞不 血糖 现在血糖有点 我都是在检查处来的 我姥姥姥也问一句就是 您对老人是怎么看的 你放心 我要跟你妈接受 你母亲的母亲 父亲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把她摆 然后做到 就是这样的母女俩 真的是有两个字 心疼 孩子对母亲 是一种心疼 是觉得孩子 自己那么小的时候 妈妈孤身一人 把自己独自抚养长大 所以这样的一种心疼 两人真的让我们感觉 非常的动容 接着来 有请我们的女儿 回到您的座位上 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要请 好了 聊到这儿了 接着来先有请我们的女嘉宾 稍坐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 再见 真是到动情之处了 女嘉宾真的挺感性的 我跟你讲 越感性的女人 是越会受到伤害 来吧 男嘉宾 你还有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女嘉宾自述情感经历 适合原因 情感导师频频摇头 如果再开启一段感情的话 还选择大伙过吗 看看男嘉宾条件怎么样 与前任女儿仍有联系 男嘉宾会作何感想 那不介意 又过又好啊 不是啊 都把哪来多好啊 前任的孩子啊 前任的孩子怕她来的叫做姨 叫做咋不正好吗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马上回来 好消息 好消息 恒金相存 桃花耀眼 价值两千580元的 公税金金钻表 现在打清电话 只要一百九十九元 就能马上拥有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基金走时精准 日期星期双显示 防水 防滑 防衰 夜光显示 实用美观 标盘表链寒金 八颗宝石 璀璨夺目 一百九十九元 不够手工费 不够鉴定费 今天却能拿到 价值两千五百八十元的 欧瑞金金钻表 成为欧瑞金金钻表 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一百名打新电话 还送价值五百九十八元的 男女龙凤戒指 匠心雕刻 许许中生 吉祥富贵 精美绝伦 律翼龙藤四海 凤五九州 鸿运当头 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去的 四标秦权的鉴定证书 如果您带着满意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马上拨打电话 报名领取吧 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 不要两千 不要一千 今天只要一百九十九元 就能立刻拥有 没错 专程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基金 走时精准 表盘含金香钻 璀璨耀眼 日期星期双显示 夜光显示美观时尚 够大够闪够气派 顾总啊 这么豪华 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真的只要一百九十九元 就能拿到吗 是的千真万确 今天只要一百九十九元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 跟商场专柜 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 欧瑞金金钻表 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 价值2580元 看这是合格证 吊盘价 但是今天 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不要两千 不要一千 只要一百九十九元 马上给您送到价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 对 哇 这个程座太棒了吧 顾总啊 这一百九十九元 要我说 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 它都买不到 今天呢 却能拿到我们价值2580元 含金香钻的欧瑞金金钻表 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这么做啊 是为了打响品牌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 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含金香钻的欧瑞金手表 作为宣传推广 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 只要您打进电话 报名成为我们的欧瑞金品牌宣传员 原价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 今天只要一百九十九元 就能马上游泳 每人先够两块 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 就是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 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 大家拿到我们的欧瑞金金钻表之后啊 在街坊邻居 亲戚朋友 同事同学面前 多帮我们宣传一下 我就满足了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呀 相当于是咱们厂家 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一百九十九元 让顾客朋友们得到实惠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一百九十九元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连我们金玉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 来吧男嘉宾你还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三号 三号女嘉宾接下来 咱先看看三号女嘉宾的照片 这ству的秀呢 皮肤白皙 自拍照 上面有那么多的小薰鸺 牵指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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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不白 像大夫的 大夫都是有文化的是吧 所以这个眼镜给你的感觉 知识文化程度很高 来吧 看面相 你觉得她穿多大鞋 你觉得皮是怎么样 这女的皮比她能力 就是属于那种在家说一句 她穿三八鞋 她还真回答了 来吧 那是不是这样的性格呢 掌声请在上场 我想有个假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安山尹 我叫施雅英 欢迎您 您好 你好 这可能这女的看不上她 女嘉宾大 刚才男嘉宾评价您 说您是个大夫 我不是 你是大夫也是专制你的 然后说你的性格比较刚 是这样吗 反正还怎么说呢 所以不二那种 能看出来我是那种人 对 这个没心没肺啥也不是 那个更厉害 那当然 看人都不会看 她房子也给她没有 给她一看房子也什么都给她了 这个她都不会说什么都 跟我差不多 啥也不是 我妈一当过保姆 我别把这个说得那么刚 那当保姆的人 肯定是包容性和性格 都是很好的 让你说的 只不过第一番是在内蒙嘛 对能做保姆性格都非常的有耐性 也有远 是吧 接下来咱也了解一下 女嘉宾生活中的样子 20340号 孙雅英56岁 内蒙古人 李毅已退休 子女已独立 我前半生为了生活奔波 做了很多工作 我和姑娘一起做过小妈妈 在早上出摊卖面食 起早摊 我是早上三点多就起床 到下午一点多收摊 收摊休息一两个小时 起来再忙活明天的 接着出摊 我也做过保姆 照顾过老人 那是早八晚五 做两顿饭 洗衣服 打扫打扫尾声 我还在工地做过饭 这些工作虽然辛苦 但是用自己的双手挣钱 让我安心 让我踏实 现在两个女儿都结婚了 我就想过一个简单温暖的生活 我是孙雅英的妹妹 我每天都很关注这个节目 也很喜欢这个节目 我之所以给我姐报名了 我就让我姐在她的后半生 能找一个有担当的 性格好一点的 陪我姐走过后半生 姐姐加油 爱的选择了 我们来了 阿姨不是在安山吗 内蒙古人在安山 目前在工作 我们导演跟她联系的时候 阿姨可可爱了 我看你爱的选择 就在我们安山这个地方 能收来这个频道 是不是就是在安山录制 就答应了 结果她的工作 是 我现在安山录制 那时候我就答应了 要不没合在谁 要你就不来了 对 她工作也忙 但是人家跟导演说了 既然我答应你们 我就是请假 我也点来 今天是请假来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份诚信 特别难能可贵 我跟你说 幸福不能等 请一天假能咋的呀 别说你在安山 是不是 你家住在北京 是不是你应该来 是 除非我也得来 除非我都得来 来吧 这算是为爱 远赴而来 男嘉宾打个分吧 按车票的分打 花了多少油钱来的 97 97 女嘉宾跟男嘉宾打分 95分 好 来 接着想二位做人 慢慢聊 有请 那一打98 一打97 他挺精的 他给他打多少 那一个97 蒙古那边是不是挺喜欢吃肉的 对 像我们家那边也都喜欢吃肉 是吧 猪肉吃不 吃 猪肉吃 上菜呗行不行 什么肉都吃的 男嘉宾上菜 这个刚上一位女嘉宾不吃 来 坐下坐下坐下 别吃 别烙呗 我自己吃 我自己吃 人家要喂你就来一口吧 是 你说 好了 时间长了 有点点 肉段女嘉宾感觉味道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符合你的口味是吗 对 你会放心把厨房交给他了是吧 别喂上了 这么暖心吗 咱们都说话了 因为我也要尝尝了 拿上了这个肉段 第一位女嘉宾没吃勺 第二位女嘉宾是开了口了 好 来看看密室的女嘉宾 有没有什么想法 来 我们也想尝一尝 能拿上来我们尝尝你的手艺吗 能 那好了 派人给我们送点呗 来 你派谁去呢 他说派人马上给我送来 那你给送吧 除了我去吧 别人去 这样吧 这个你男嘉宾还有更重要的事 你不能把他从战场上拉走 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送去 让大家尝一尝去没有 好嘞 谢谢主持人 好嘞 好 他试的味儿是挺好的 他这个我试上了 你有退休剂吗 没有 农村也是 你有退休剂 好 那你有那个医保有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三无 而且那工程太优秀了 说话看着眼光看得特别远 真的 然后考虑问题也特别长远 男嘉宾您是被吓着了 被吓着 他就挺失望 不是 他两宝 这有一宝 一宝没一宝不行 一宝没一宝 你老家就交那种的 公子没事 不能有没有医保 老家有合作医疗 还有那个交那个 就是说你们说这个社宝吧 咱们呢就是最早先交一百块钱 现在是二百块钱 所以说您是有一宝的 是吧 有一宝 交一宝 年年久吗 那一宝 他是属于能存 属于三能 三能自宝 你是没有老保的 但是一宝是有的 对 来吧 接着咱们通过短天 看看女嘉宾的感情生活 我曾经有过一段很苦涉的回音 和丈夫对付了十多年 但是俩人性格不合 实在过不到一起去就分开了 我跟前夫离婚了以后 我就来到了岸山 之后我就上工地做饭去了 做饭遇见那老头是我们老乡 我俩就在一起生活了九年 他比我大十一岁啥都没有 但是我就图他对我好 人在异地就想找个依靠 所以我俩就在一起了 在工地干活嘛 在工地干活 我在做饭遇 因为后期 就是不在工地干活了 就是回来他就在老物市场 就是装的铁什么的 都干利工的活 没有手印 我没要 当时我就没要人工职 我就是怎么说呢 我俩前才分得特别轻 就是省了以后 儿女什么有罗来事 我住妈妈那阵 孩子就是他也帮我干 就是有时间了他也帮我干 出的也特别好 那以前那时候我妈在这 对我妈也挺好 两年前他腿疼得干不顿活了 他说我不能再养着你了 也不能拖累你 正好他儿媳妇让他回老家 帮忙带孩子 他就回老家了 我俩就分开了 我想找一个有点保靠的 抽烟喝酒我都不烦 但酒蒙着不行 我会找到你吗 李嘉宾的第二段婚姻 是搭伙过的吗 是 是过了九年 这九年你为什么选择搭伙过 你认为你跟他在一块 就是临时的吗 我俩吧 我也是就是婚姻之前 不也受着挫折 我不也是好几年也没找 后期找他我就 其实对我好一点就行 对我好我那边也能干活 他也就是立功 也不是说有工资啊 有什么保障 他就挣钱也瞅着挺心疼的 就是都是立功就装铁什么的 挺累的 挣点钱也不容易 你当时跟他决定搭伙过的时候 是心想有一天 如果不行再来说分就分 他说的 他说的 我要是干不动活了 我就选择退出 我不能牵累你 就这么的 他就那什么的 自动退出 你也同意跟他搭伙过 就是你对我好 我也出去干活 挣钱 我挣钱我就养过我自己 就富富有余那点 如果再开启一段感情的话 还选择大伙过吗 得看看南方条件怎么样 所以男嘉宾你要求 是必须登记的是吧 对 不登记 大伙不过 大伙不过 你嘉宾你会考验对方 多长时间同意跟对方登记 我得考验一年到二年这样 一年到二年 就两个人相处 对啊 得相处 还有就是因为前任呢 曾经因为家里边也让他回去 所以就算感情本来就岌岌可危了 结果呢 家里人一拽就更走了 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吧 不是 她确实干不了活 那是这女的心眼不对 她 礼拜六礼拜天 儿媳妇上班 她也得回去给带孩子 帮着瞅着 就这种事 不是说的 咱们就是互相那时候 说的跟他们家处的不好 不是 但是我感觉就是 不管你和那位叔叔 第二任叔叔处的咋样 她家人对你是十分认可的 对 就充分证明就是说 你跟她平时相处当中 人家也挑不出你啥毛病来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才愿意跟你保持联系 对对对 她一直 现在儿媳妇还跟我有联系 要是我呀 就不回去 我不能说不回去 我既然走出来 你要是就求我 老头子就说话了 我对你舍不得在那 那我就回去 你老头子不说话 你就管姑娘来接我 还不一定回去 我俩租房过了九年 就是这么艰苦的条件都能过 那会不会旧情服燃呢 不能 但是复燃 你夜一走开了 就不能再往一起走 我这实话是吧 我跟你说 不在于年龄的问题 谁到底怎么考虑 就像刚才 咱们男嘉宾一眼就看透了 那个照片 一开始的时候 说这人好像很厉害 但是这个厉害不是说 你为人的一种刻薄 是说明你面对事物的时候 你拎得很轻 你刚才女嘉宾说了 她和前任的孩子有联系 你建议不 那我不建议 又多又好 不是 她往哪来多好 前任的孩子 前任的孩子怕她来的 叫做姨 叫做咱不正常吗 过两年她身体不行了 你还已经起了 男嘉宾可夸下海口了 那意思啊 她是大度能容 天下难容之士 是不是呢 咱你事上见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红娘 来扮演个角色 来演一下 咱们女嘉宾前任的孩子 就非得激撩地让你回家 帮孩子 你看我过来找你来了 你跟我回去呗 你现在就不能回去了 你看我这孩子也需要你带 而且你看你跟这叔 你不图他吃 不图他穿 然后你也不用他花钱 那你为啥不跟我爸过呀 咱俩俩处得还挺好的 我家小孩也挺想你的 你看姨 你考虑考虑呗 你说今天我就可着急了 我担心呢 我姨是不是要跟这叔登记呀 我新和没登记之前 我替我爸做个主 我帮他努努力 你看我爸平时跟你 还有感情基础 那九年也不能白打呀 是不是 是 咱俩说到哪儿 说到哪儿 我爸那人老实八角 不太知神 行 今天家里人商量 我爸其实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你看看这九年 说实话 一日夫妻百日恩 虽然没领证 没登记 但不跟老夫老妻一样吗 我这闺女就差给你改口叫妈了 你考虑考虑 这你俩还没登记 你让我叔说两句公道话 没事 登记了可以 她愿意回去 我可以放得走 那跟你说话 你看这马上想演一闭 完就一个道子 画个串回来了 我好像留你的心 也不是很强烈呢 对 我也瞅着 行 我俩过去就是过去的事 以后就不再那个 说两下这些事 那姨我就多问你一嘴 你是因为她不跟我爸在一起呗 我看她刚才也一直不是很坚定 她不是很坚定 可以找着我心中那种 也找着她心中那种 那行 我问一嘴 要是没有她的话 你也跟我爸也不能开始了吧 不能 那行了姨 那我也劝不了你了 这事儿抢女的瓜不甜 是不是 那以后咱俩俩还联系 对不对 咱也别说 因为这个事情伤了和气 是不是 那我真的 那我就先回去 安慰安慰我爸 我是怪可惜的 行 我姨人好 有空回内蒙就给我打电话 行 行 我说度量多大 对 我跟你讲 我老公跟我度量就非常的大 让我非常生气 我不回家都不打电话 他说你要不会做什么错事来 然后就感觉对我不关心 我觉得爱情就是应该自私的 不怎么打电话就是不关心 对啊 他如果对你一点不限制的话 你会感觉 哇 我老公对我太放心了 其实这里面真的有一个度 需要把握好 对对对对 因为夫妻之间 或者是其他的家庭成员之间 一定要有独立的空间 不管是两个人的关系 多么的亲密 独立的空间是必须要有的 但是如果真的就是说 他去上哪去 你不知道 或者他干什么 你也不知晓 你觉得我充分的相信他 他不可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是这样的话 对方心里会有失落感 对 对 因为是什么 他显得不重要 来吧 接下来我请 好 接下来我请 我们女嘉宾先稍息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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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男嘉宾 两位女士聊过了 您感觉她们之间的性格有差异吗 我看也没什么差异 没什么差异 我跟你 没劳保我不知道 没劳保您是不行的 不行 所以说就是如果要说对方没有劳保 或者没有医保的话 您感觉以后的生活压力会很大 是吧 对对 你们有病行 有病 上约 那钱就不要钱了 聊到这儿了 男嘉宾也把自个儿的最基本的要求也说了 接下来看一看 两位能不能够有其中一位和您有幸牵手好不好 接下来掌声又是男嘉宾放场 请看大屏幕 在我面题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我不想搭伙会登记吗 牵手后财政大权如何分配 三 多久换洗一次床单被照 四 牵手之后能接受租房子的生活吗 五 每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 六 有什么不良嗜好 首先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多久换一次床单被照 多久换一次床单被照 男嘉宾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三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问对方 我选择就是有什么不良爱好 有什么不良嗜好吗男嘉宾 没有什么 他第一 比如说嗜好 他连爱好都没有 除了做饭 所以说不良嗜好不存在 来吧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面两位女士 第一题 我不想搭伙会登记吗 零也可以 嗯 不零也行 哦 对 一号 必须得冷上 好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好的 接下来把他交到男嘉宾的手上 有请三位背对背站好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讲 我没有办法给我的亲生父亲养老 所以我觉得能给我后把养老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嗯 二 来 我自己吃完 那我自己吃完 人家要喂你就来一口吧 是你 一 一 请选择 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做何选择 他们能否勤定现场牵手成功 三 二 一 请选择 不要走开 爱的选择马上为您揭晓 好消息 好消息 含金相钻 豪华耀眼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 现在打击电话 只要199元 就能马上拥有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 雍致基金 走时精准 日期星期双显示 防水防滑防衰 夜光显示 实用美观 标盘表链寒金 八颗宝石 璀璨夺目 199元 不够手工费 不够鉴定费 今天却能拿到 价值2580元的欧瑞金金钻表 成为欧瑞金金钻表 品牌推广大事 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新电话 还送价值598元的 男女龙凤戒指 嗆心雕刻 许许中生 吉祥富贵 精美绝伦 寓意龙腾四海 凤五九州 同运当头 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 出去的 四标秦权的 鉴定证书 如果您带着满意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马上拨打电话 报名领取吧 大品牌欧瑞金金钻表 不要两千 不要一千 今天只要199元就能立刻拥有 没错 专程瑞士制表工艺 优质基金 走实精准 表盘含金香钻 璀璨耀眼 日期星期双显示 夜光显示美观时尚 够大够闪够气派 顾总啊 这么豪华 这么名贵的欧瑞金金钻表 真的只要199元就能拿到吗 是的 千真万确 今天只要199元 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 专营店是一模一样的欧瑞金金钻表 我们这款欧瑞金金钻表 价值2580元 看 这是合格证 吊盘价 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 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不要两千 不要一千 只要199元 马上给您送到价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对 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 对 199元 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 连我们金钻宝石的鉴定费都不够 再给您了 他拦不住 好 高兴好 高兴 二位牵手成功 女嘉宾为什么会转身呢 女儿也给我意见了 女儿啥意思 女儿说的挺好 性格挺好 性格挺好 像合合的 我跟你讲 来了 同样把一份祝福送给二位 来 再见 好 再见 男嘉宾性格真急 虽然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依然把一份祝福送给你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再见 好 再见 我手大嫂 右手你 生活过了美满幸福 想找一个人品好 做什么事都有底线 有退休机 有住房的 人要好点的 有说话就是有素质的那种的 有那个就是工资那种的 不想找农村 我寻找一位是 善良 有职业心感 有劳保 有住房 我想找一个有担当 两个人能说得来 室内的 有双毛 有住房 对 男士吧 一位男士 她的性格是多么的重要 其实也有很多性格 非常开朗的男士 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但是有很多女士说 哎呦 我嫌她话好多呀 是吧 但是我发现 今天咱们男嘉宾上台 所有的女士 对她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而且一位非常温柔 善良的女士选择了她 我希望那位多抽上感的女士 能够在这位男士看